大家好,欢迎收听职业诊所,我是Lara 这个节目里我们会讨论履地面试技巧 分享职场人际难题 还有各种职缺和产业的解析 以及优秀的工作人物专访 希望可以陪你度过职业倦怠的苦闷 走过准职焦虑的彷徨 让我们一起闪闪发光吧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职业诊所 我是Lara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的 自由接案远距工作女神Zoe 同时也是Podcast音频节目 左边茶水间的主持人来到现场 哈喽,Zoe 嗨,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到104的枝丫增所 跟大家聊聊自由接案个人平台 自媒体这种新模式的工作形态 真的,我从那个听她的声音 听到现在现场看到她的本人 我那个激动还在 你知道我刚刚已经那个超兴奋一波了 现在好不容易靠倒下来 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Zoe 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上班族 其实很有兴趣的议题 就是关于非典型工作者 自由接案真的很自由吗 除了Zoe之外呢 我们同时现场也有另外一位上班族首女代表 她也对于远距工作自由接案非常感兴趣 让我们欢迎小草 哈啰,大家好,我是小草 我工作了15年 希望有机会有一天我也可以像Zoe一样 当一个freelancer 我就自由了 OMG 而且她根本就是Zoe的粉丝 从刚刚进来到现在一直激动 而且你脸那么红是怎么回事 而且她一直念我自己的台词 对,她很夸张 她每次都在办公室模仿你 对 模仿我 你看 你要再念一次那个她的结尾语吗 我要再念一次吗 可是我声音没有她这么好听耶 不要再学她的口气 真的好烦 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 你有权力 也有能力 来决定你自己的人生 没有,你那时候跟我模仿出的这一段 还有另外一段 还有吗 非常感谢你 在这个时间点 愿意花你的时间听我的节目 这个时间 你本来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你 你还真是用了 你会不会把来宾就这样搞疯了 对,把来宾移时 一个开场就疯狂 对,疯狂模仿来宾 才可以证明我们到底有多开心 对啊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做很多功课 因为平常都有在听啊 笑到流泪 我现在有听还有机会后补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我能怎么来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对于那个自由资安援剧工作有兴趣 你现在是有什么打算吗 有打算啊 不能说 我老板会听吗 不确定 不确定 可是我必须说 因为现在偶尔朋友会来邀约我 就是去学校 然后可能讲讲一些写履历的技巧 那当然我就会觉得说 第一个是分享很有趣 那Zoe之前也有听到 你会愿意这样做 也是因为你觉得可以把知识分享给人家 很有趣 所以我觉得这是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因为听到你 那就觉得自己好像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啊 对 所以 我很想请教你就是啊 因为要做一个freelancer嘛 对不对 那要怎么样可以从全职的工作 然后去转到freelancer 他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 就我们所知 Zoe在成为自由资案者到远距工作 现在成立一个远距工作的公司嘛 一个团队 之前你好像也有短暂的in-house过 对 怎么样从in-house 让你毅然决然的踏入现在这个模式呢 其实我试过两件事情 但在讲这个之前 我必须要先讲 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在自由接案了 比较像是自己成立公司 然后在做有点像是 个人品牌 就是品牌化的事情 所以不再是说 我一个一个案子去接 然后一个一个案子去谈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以前的背景是设计学系 所以呢 我高中我大学都试念设计系 我觉得真的就是 你知道 现在讲起来也蛮好笑的 其实我高中跟大学的时候 都不是一个特别认真的学生 有有有 你的书里面有讲到 是是 还被爸爸骂了一顿 对啊 不只被爸爸骂 妈妈也骂 就是大家都骂 骂到一个不行 骂到要被退学这样子 但是呢 我觉得 有意思的是 有一些基本的底子 还是有打的 像是你是设计学系 你一定会学设计思考 你一定会学 Design Thinking Design Thinking 你一定会学设计基础 然后你一定会学 基本的Adobe系列的工具 嗯 所以就直牙面呢 我等于说是高中一毕业 我就有一些算得上拿手的技能 马上你就可以去当平面设计师了 所以最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打工形式 这不是结案哦 打工的工作 我是在一间 有点像是相机行吧 我在一个卖相机设备的公司呢 做他们的平面美编 哦 所以等于说 我还没有进大学 我只是高中毕业 嗯 然后我其实有修学重考一年 嗯 我在那段期间呢 就有在累积我自己的作品级 这个作品级 无论是说平常公司需要啊 帮他们设计网站啊 一些文宣啊 嗯 或者是自己去那种518 或者是数字银行这样子 去比稿竞争 我就是已经有在看了 嗯 所以我在休学的那段期间呢 有做过结案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的结案就真的是 一个一个去网络上找 一个一个寄信去问 然后一个一个慢慢的去谈 大学毕业之后呢 所以就是经过了四五年嘛 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也做过这一段 就是不想要马上进到职场 嗯 想要找一个远距工作 但是又没有办法马上找到一个全职的工作 让我直接在家 就那时候 对啊那时候又没有三级警戒 什么都没有 嗯 这是一个 你还是得往外跑啦 对而且那是一个 远距工作什么Digital Nomad 这些词都不存在 根本不流行的时代 嗯 那个时候唯一有的 大概就是Soho Freelance 所以我对于可以在家工作的想象 要不就是什么 打字人员你知道 那种 我懂我懂 结案的那种 对就是好像没有什么 接水管啊塑胶管啊那种 家庭代工 家庭代工啊 现在早年 早年 因为Zoe高中的时候 也是大概十年前的时候 对啊差不多差不多 对家庭代工就比较像是 在家工作那个时候的想象 那时候的在家工作 到底可以做什么 就是我以为好像就那样子 嗯 那不然的话就是 好险我是设计学系 嗯 所以我可以在家 接一些平面设计啊 就设计logo啊 设计菜单啊 嗯 设计网页啊 这样子 只要有电脑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其实大学毕业之后 还是做了一些 那样形式的接案 嗯 那真的说 默默的做到全职 它其实有一段 overlap的历程 那个历程就是 我后来误打误撞 找到了一个旅游编辑的公司 然后呢 我后来也是 有点算是朋友介绍 也是误打误撞 找到了另外一间 韩国的新媒体公司 嗯 然后第一间旅游公司 它是台湾的公司 但是新创公司嘛 所以老板整个文化 都比较free一点 嗯 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让我 一天可以在家工作 哦不 一周可以在家工作一天 哦 嗯 好新潮的 对对 那时候很新潮 那个时候一个礼拜 可以在家自由工作一天 很难耶 对对 非常的困难 而且 呃 如果说你做的还不错 就是我的主管人也很好 你还可以去谈 嗯 你就说 哦 我星期三以前 如果做完多少事 我超前部署 嗯 那我是不是星期五 星期四都可以在家里 就不用进公司了 对对对 就是可以谈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就发现 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子 然后后来在 嗯 另外一间韩国的公司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公司 总部base在韩国 所以我等于非常的幸运 我就 直接在家 嗯 因为台湾没有办公室 嗯 对呀 但是呢 这个 我都还是员工 就是这些历程 我都还是其他人的员工嘛 对 所以真的出来自己做 靠自己 其实呢 是我同时 在业余下班之后呢 经营左边茶水间 大概2018年的中旬的时候 嗯 然后同时还有韩国的那份 早上白天的工作 嗯 一起做了大概一年 那时候这样算斜杠的 对 那时候其实就是斜杠了 嗯 所以你真的说 到底怎么接案 从接案 完美的落地 到全职 可以自己出来做 其实就是财务规划 嗯 存够了钱 对 口袋够深 本够粗 哈哈哈 就可以独立了 对啊 或甚至是说 你就先存一笔嘛 对啊 如果说你本身 够一个什么 六个月 一年的紧急预备金 是 那等于说你那一年 其实不太需要担心 啊你离职也可以啊 OK 所以你是本要存的够粗 因为我原本想说 哎 有些人会说 哎 你的freelancer 当你斜杠的兼职 收入 已经可以cover掉你原本 全职的收入 你就可以考虑了 你就可以放飞了 这样子 那个也是啊 其实那就是我离职的点啊 啊 就是我白天有个工作 嗯 因为 就是没有钱 所以 然后你的 你的左边茶水间 就是一开始的那个斜杠 副业又还没赚钱 所以其实我做的一个调整是 我前面的时候 我左边茶水间就是副业 嗯 做了半年之后 我有赚钱 但是 还不够 所以呢 我就是韩国的那个早上的工作 我就把它转成兼职 可能就 对 就像拉扰一样 正业跟副业开始 角色调化 然后我就把时间 多一点时间做 左边茶水间 但还是有一个 你知道有一些外快 有一些收入的 不是完全领 对 然后真的是 又过了半年 你就真的觉得 OK我还蛮确定 我现在的东西可以cover 才完完全全的离职 所以人家也不是一步登天的啊 也不是说跳就跳 人家是有规划的 有慢慢累积 有 你是土象星座啊 我是土象星座 魔羯吗 不是我不是魔羯 等一下你有在研究是不是 呃 嗯 那我们会不会是相同星座 没有没有 没有 OK 对没有 你没有 什么 怎么这样 我也是土象的 不是 因为 他的那个 schedule表 非常的清楚 明确 很明确啊 对很明确 而且这种一定就是土象星座会苦干实干出来的 OK 而且他看起来就是 很会做事 所以他会把自己的行程排满 真的 回来 很耐操 很耐操 太到不行 真的 我今天要来录 然后就去查说 他最近在台湾有几场实体的活动 很多的不对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多的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你成功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转换之后 当然 想必你的生活跟过去在inhouse一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可是这中间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 很多人会担心 不敢 开始慢慢的往这样子去布局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的认知 刻板印象会觉得如果自己出来接案 肯定会有不稳定的时候 又或者是一阵好一阵坏啦 会害怕 对就是那个案源可能现在有 但是下一季不确定有没有 对那你你自己有没有遇过这样子高高低低的一个过程 又是怎么样让他维持稳定的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然后直接破题跟讲答案绝对会有 所以如果你是要问说 做freelancer或者是自己出来做自媒体 其实网红也都是podcaster YouTuber 你要能够去接受这种起伏 高低起伏 可是换个角度想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这个月会赚五千块 你下个月maybe是三万块 你下下个月maybe是十万块 然后下个月可能是三千块 所以当你赚多 甚至说在我的品牌上面 可能每年的年底每年的年中 我们都会称之为旺季 所以我们是有旦旺季 我觉得求职也是啊 职业也是嘛 年后啊 年后转职 然后新鲜人毕业季 对啊对啊对啊 其实都是嘛 所以你要去熟悉你的这个产业的形态 跟一些趋势的流动 然后在你赚多的时候 你要除粮啊 要懂得投资 要理财啊 然后在小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面的心脏也要比较强一点 可是难道你就是完全只能顺着它吗 我觉得也不是 所以在你做自媒体 或者是你自己出去接案的时候 其实你要做很多的BD Business Development 也就是说像我现在有团队 不然我以前都是自己做 然后那个自己做是 我每一个礼拜呢 我都会很仔细的看说 我有谁可以邀请 我可以邀请谁当来宾 我可以去谁的节目上当来宾 所以我们其实 做很多很多的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业务开发 是 对 然后在我做设计师的时候 我们通常接案都是 坐等人家来找你 就像是很多YouTuber 他们在前期最大的困难点 就是没有业配 对 可是你就等着人家也不会来啊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一定会主动的去找 再小的或者是说 看似好像没有很多钱的 我都会去找 作品集啊 showcase 对啊 各式各样的去陈列 去建立关系 这些对于未来都有一些帮助 有的时候那个帮助 它不一定是此时此刻的money 有的时候它是给未来铺路 或者是说这里有很多的人脉资源 你可以去挖 真的 所以这是你每一个月 甚至是你每一个礼拜的功课 只要你能够做这件事情 就是可能逼自己说 ok我这个月就是 我的KPI就是找到10个可以采访的人 或者我的KPI就是 要去五个不同的节目上做曝光 嗯 那只要你有做这件事情 其实你真的不太可能 零 你懂吗 只是它还是会有波动的 那你要能够接受这样的波动 其实就是要能够做中长期的规划啦 我觉得那时候 对而且那 我觉得ZOE感觉就很像一人团队 分四多角 我又是老板定KPI 我又是业务去开发 我又是执行者 对啊 对 这要很多才多艺我必须说 这有点难欸 呃也要很努力啊 因为边做边学啦 而且你一开始都是你自己一个人 是到什么时候你才决定要 派而帮手或助理 忙不过来啊 就到一个你真的觉得 要到怎么样才算忙不过来 因为你看你之前的斜杠的那一段经历 我就已经觉得 一个人要做两份工作 你时间到底有多少 你有没有在睡觉 哦 欸你知道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欸 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训练而来的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念夜间部 所以我白天 我蛮早就出社会工作了 我白天就是过着那种 早上八点打卡 然后五点下班 六点到学校 上课到十点 然后可能下了课之后 你还会想要跟朋友去吃宵夜 你还会想要跟朋友去 唱KTV 对啊 就是你大学生欸 拜托你十八十九岁 你一定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 甘海新鲜嘛 对啊 甘海新鲜还可以做 还是红色的 对 好操劳啊 但是还有还有作业 就是我念的设计学系其实也蛮操 然后星期六还要上课 星期六还要上整天课 所以那就是夜间部的学程 然后就觉得我在那段时间非常的地狱 但是他把我训练的非常好 你真的有睡觉吗 我好想问哦 有啊 可能星期天 可能两三个小时 你星期天睡一整天 唯一的休息日 真的 没有 可是我真的觉得那段时间 虽然完全不想要再过一次 可是它真的让我很知道要怎么 很精准的 然后就是你精打细算的用时间 那什么样的时间点你会觉得 哦 真的需要hire一个人 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办法deliver 你 失焦 这件事情 不能准时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对 所以我其实对于我自己 就是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 podcast 晚上八点星期天就是要上 就这个我是给自己蛮严格的deadline 如果连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到 那我就是真的做不来了嘛 就知道要请人了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判断点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在in-house 或是你自己出来创业也好 或是微型公司 一人公司也好 有时候啊 人总是会不知不觉的把自己的时间填满 然后到最后工作跟生活就失衡了 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 zoy提供一个很好的判断点 就是你看你本来固定的产出 你有没有delay嘛 嗯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暗示 暗示你说这是个警讯 时间不够用了 或者是你根本一个人 没有你想象中可以处理那么多的事情 对 人是不是真的要承认某些事情 才会负起责任呢 这没错 他在哭笑 他在哭笑 等下你们要再cue我了 要跟听众说 他们现在一直在讲的reference 都是我书中的reference 这句话是真理啊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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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有背下来 对 我们刚刚前面聊到说 我从第一集开始听 然后后来反回来听 然后那时候没有说为什么 我从第一集开始听 是为了了解这个人 我必须坦白说 我第一集听的时候 我心里面想说 这在说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我不是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自我暗示的人 嗯 然后 可是我是一直听到后来 然后我反回来听的时候 我才发现 哦对 我现在的人生 你被暗示成功 对 你刚才表情 对 感觉你好像加入什么血脚 我始终粉丝 对对对 你被暗示成功 对 有激起正向作用 对 我那时候就真的在想说 对啊 我现在的人生都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那我所做的决定 我都要自己负责 我如果真的不喜欢 我其实是可以say no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点 会让Zoey觉得 自己真的很不适合在in-house上班 我觉得我有一段很有趣的历程 也要tied up to 我大学就开始工作这件事情 我大学的工作 除了刚才说到那个相机行之外呢 基本上都是设计行的工作 设计这个行列 所以就是做过平面美编啊 做过视觉设计 然后做过商社 做过什么网页设计 那这些东西呢 我都觉得我做得很开心 但是我每天 你知道早上起床 可能就真的 昨天晚上吃太多宵夜 或者跟没有熬夜太累 就是早上我都极度超级无敌 不想要去办公室 不想要去上班 然后开始想借口啊 阿嬷又生病了啊 是因为早起对你来讲 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吗 当时是 当时是 可是其实我现在还蛮早起的 真的会觉察 是因为我发现呢 我周末 如果没事的话 我也没约 就是也没有要跟朋友出去 我的一个自己私人的嗜好 就是到咖啡厅工作 我很喜欢就到咖啡厅 然后自己一个人带着一台电脑 而且那时候其实 没有什么人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会做一些设计案 我就会可能写写文章打打字 好疗愈哦 对啊 就觉得很疗愈 然后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就是 如果我感觉我feel对了 我还会做公司的事 也就是说老板也没有加薪哦 也没有叫你一定要这么做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 我想要微调一下 我明天想要给老板看 现在觉得有东西可以调整 所以我就发现 那我绝对是喜欢这件事情的 不然谁还会周末在那边没事 其实是喜欢你的设计工作 对 然后我就觉得那环节是什么 就是问题出在哪边 为什么我这么抗拒去公司这件事情 所以经过这段历程吧 我就发现我好像只是单纯的 不喜欢时间跟空间被限制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会有 会有一点误解 有的时候你 你不是不喜欢办公室 有的时候你只是 不喜欢这份工作本身 那有的时候你是喜欢这份工作本身 本质里面的一些 带给你的成就感跟价值 但是你就是不喜欢这种 被限制被局限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像是第二者 工作的本质你是有兴趣的 但是比如说工作的环境 或是形式形态 你认为是被局限住 比较不喜欢的 被框架住的感觉 对对对对 就是在那个时间点 就突然间觉得 那我们有没有可以 keep住工作的方式 但是空间跟时间 弹性一点 才开始去想一件事 对啊难道这个工作的形态 真的只能这样吗 对 我做一样的事情 一定非得到某一间公司 然后一定要早上八点处理吗 对 我说不定礼拜六处理 效率更好 我觉得是诶 对啊对啊 因为像我自己剪片啊 剪这个Podcast的音档啊 我都是小孩睡后 半夜自己在家剪 效率超高 那个时间才对 对啊因为 没有人吵 没有人吵 然后谁说一定要 也没有救护车了吧 没有 没有没有 晚上不是要上 对 晚上有救护车 就是比较大条的事情 我必须也坦白说 我也喜欢凌晨的时间 想企划案 因为有些人是成型人 有些人真的就是夜行人 我后来才发现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早上工作的 对 这个是会变的 然后我也觉得早起对我来讲是痛苦的事情 我发现啊需要创作 创作内容 像是自媒体的 或是你可能真的要静下心来想东西的 好像晚上想东西真的灵感会比较 比较多 然后思绪也会比较清楚 这是我个人啊 对啊 所以是不是每个人一定要在 老板规定大家一定要工作的时间来工作 是最有效率的呢 现在好像也不见得了 尤其是经过COVID-19 台湾今年不是三级吗 很多人不管是老板还是上班族也都发现说 我在家一样可以处理好我的工作 对啊 我一秒上班一秒下班 这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有提过的 就是一个新的工作的体验方式 也让很多的产业被迫转型 去寻求远距工作的合作办法 或线上虚拟团队 那当然有好处有坏处 那如果说你家里的小孩也刚好也停课在家 那又是另外一个需要自己去规划 怎么样去分清楚育儿跟工作的时间 还有空间的规划 那Zoe怎么看待 就是在您现在在创立这个虚拟团队 也有三年的经验了 对吗 对啊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全球化的趋势 不管是台湾或是海外 或是其他的国家 你所看到的观察到的 这个线上虚拟团队 如果说企业要转型 往这样子去做组织规划的话 它面临到的挑战会有哪些呢 你说企业的挑战吗 企业的挑战 我觉得首先就是管理上跟协作上吧 那再来的话可能是心态面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任你的员工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 先去调整你们评量绩效的方式 因为对老板来说 他可能会觉得我就花这个钱 我是脂肪 我买的是你的时间 我买你八小时 一周五天坐在这里 所以我要确保我花了这个钱 是 想看我坐在这里吗 真的有买到我要买的东西 只买坐在这里 我也是可以坐给你看 就只坐在这里 脑袋不知道去哪里了 这不是很多员工的 讲到这个我就气哦 因为我跟你讲 他很气他很气 一定要看到小孩坐在书桌前 才叫做有在念书 哦 对 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就这样啊 只要他一开房门 我刚好可能就是休息一下 他就说你都没在念 啊我刚刚有在念的时候 你不进来 啊你进来的时候我休息 你说我没在念 就是他们一定要看到 眼见为凭嘛 但是没看到不代表没发生 不存在嘛 对啊 对啊 所以我才说衡量 所以我才说衡量 绩效的指标啊 也就是说对某一些家长 或者是老板来说 假设你 我就觉得很有趣耶 就是如果你们今天追求的是业绩 或者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效益好了 如果说这个员工 他做的 他上下时间迟到又早退 可是他业绩第一名 当红炸纸 哦 这时候老板就是说 工作态度不佳 工作习惯不好 啊可是我你要的我都给你 可是你迟到早退啊 你如果不要迟到早退 你的业绩不就会再多一点吗 哎 老板的思维是这样 哦呢很厉害 哈哈哈 我果然还是社畜 哈哈哈 我天哪 你知道我在美国 就是有参加一些商会 然后很多人 可能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企业 会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美国人可能就会说 员工啊 员工就会自己说 我如果这样我还不跟你要求加薪 已经算不错了 嗯 你看我八个小时 你要我做的事情 我五个小时就做完 然后还做到你要的成绩 我如果没有去跟你谈 就不错了 所以其实美国是很流行 跳槽文化的 嗯 对啊就是比台湾流行很多很多 而且工作时间跟工作效率的管理 我觉得也很吊诡 就是你刚刚讲说 五个小时可以完成八个小时的任务 对不对 站在老板的眼里 那就代表给你的事情不够多 你很闲 他不会觉得你很厉害 他只会觉得你可以再塞更多 嗯 他一定要让你八个小时都在忙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填充啊 其实五个小时都做完了啦 剩下的时间都在填充 我拿别的事情来塞啦 对啊 嗯 看起来好像在忙事实上没有 因为不想要被加事情啊 你是说在现在的那个企业内的状况吗 嗯 嗯 是啊 对 因为他也发现了 如果我太早做完 下场是什么 对啊 嗯 但是这不就是一个负面循环吗 是啊是啊 嗯 所以就是资方劳房需要先去理解 就是你们到底是在用什么东西衡量这个指标 目前看来用时间 或许 嗯 主管跟老板可以试试看 让员工自己订他们自己的KPI 那当然有一些主管需要监督啦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会订得太低啊 或者是 也有可能订得太高 但是 或许 用这样的形式就是你付权 嗯 你让你自己的员工去试试看 他们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那是不是可以加东西 可能是远距工作的第一步 嗯 那他也会比较有责任感 因为这是他自己定目标 那要上面放权 要付权 所以要付权啊 对要付权 所以其实真的还是主管们的心态 不管你是哪一阶的主管的心态 对 我觉得这样会不会其实跟 虽然说这样好像框流点大 我会不会觉得会不会跟文化跟性格有关 因为像我朋友在 在盛和西 然后他因为疫情关系 他已经远距工作两年了 嗯 在还没有疫情前 他本来就是每个礼拜可以选两天 嗯 在家工作 嗯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诶这在美国 很正常啊 嗯 超自由的 那我就说 你都不会 我就说你都不会有想偷懒干嘛 他就说 不是机箱就定好好在那边 我达到剩下的时间就是我的 剩下的时间就是我的 对啊你管我做什么 对不对 对啊是啊是啊 其实我觉得老板啊主管 换个角度想 有的时候你们目标定这样 其实你的员工会更努力耶 因为他会想要赶快做完 然后他甚至想要做好 因为剩下的时间都是他自己的 如果这个人够珍惜 嗯 他自己下班后的时间 然后他有其他想要做的事情 嗯 基本上都会 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八个小时 一定要在那里的话 我以前做远距工作就是这样啊 我都会很精准的赶快做完 然后也会有定 也会有定KPI 所以你不只要做完 你还要做好 嗯 你才可以去休息的心安理得 嗯 所以这反而是一种更强效的 职业训练我觉得 嗯 所以老板或是主管 应该要很开心 你的员工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 完成这些事情 然后他们业余 还有其他的梦想 你不觉得其实也蛮好的吗 对 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企业 在面临这个远距或是虚拟团队管理的时候 第一个真的是要改变思维 对啊 改变你衡量绩效的思维 已经不再是用时间的多挂 对 来看这个员工的付出 我觉得这一点也真的是 主管要面临最大的挑战 大家先别走 我们下一集继续讨论哦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集的内容 别忘了到Apple Podcast 帮我们打新评分和留言 假如你有更多问题想要问 欢迎到职业诊所来发问哦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 欢迎你投稿想听的主题给我们 投稿连结在节目资讯栏里 请订阅Podcast频道 和追踪我们的IG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